每个人来到人间,福报和业障是同步的 不要看别人很有钱 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烦恼 穷人有穷人的快乐 每个人的福报业力不同 师父不让你们盯着别人的福报 师父要让你们紧盯着自己的业力 盯着别人的福报 盯着别人拥有的东西会产生嫉妒的心理 产生不平衡的心理 看到别人住的房子大 哎呀,我为什么没有啊 看到别人开的车很豪华 凭什么他能开好车 凭什么我不能开 嫉妒心出来了 师父跟你们讲 我们的眼睛不是用来这样看别人的 要经常让眼睛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 为什么自己业障这么多 要经常反思自己 只有反思自己才能找到问题 找到问题才能改变自己 紧盯着自己的业障 才会想到消除身上的业障 业障看不到的时候 你们还以为自己业障不重 想要知道自己身上业障重不重 从平时各方面顺不顺利 就能断定身上的业障重不重 业障就像家里的垃圾 你天天不打扫 家里的垃圾今天积一点 明天积一点 时间长了 家里的垃圾会堆积的越来越多 垃圾堆积多了 你住的房子气场也就变坏了 犹如你们身体上的业障 不注重自身消业 身上的业障就越来越多 业障重 你身上的气场就会变掉 从玄学上来讲 就是你的运气会变坏 运气变坏 你人就开始倒霉了 从我们佛法界来讲 你身上业障重 你做什么事情都不会顺利的 所以师父教你们多念经 实际上就是让你们每天清理身上的业障 听懂了吗 身体上消业靠念经 那么色身上还有一种消除业障的方法 就是洗澡 所以人在累的时候 洗个澡再休息 你会感觉到很轻松啊 这是色身表面上的消业 身心内外的消业 主要还是靠念经 念礼佛大忏悔文来消业 身体上的业障 眼睛看不到 但是这个业障会在现实中破坏你好的气场 这个业障只要在身上就要把它消除掉 业障的存在会挡掉你在现实中的福报 师父举个例子 你要出去找工作 业障重的人很可能一个简单的面试 你都无法通过 或者找了几个工作 你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都不能去上班 我们学佛人一定要注重自身消业的问题 业障爆发那就是另外一个结果 所以不要等到业障爆发后才想到消业 业障爆发后消业的成本会是你们平时的很多倍 你才有可能把这个业障消掉 善缘少的人也是因为业障重 所以他没有很多这些善的缘分来帮助他 比如生癌症的人 很多人都不愿意靠近这种生重症的人 因为他们这种人身上的业障太重了 气场完全变了 所以人家不愿意接近他们 气场好的人 人家都愿意多接触他 中国有句话叫沾沾喜气 其实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大家 每个人都喜欢接触好的气场 好的气场令人身心愉悦 坏的气场让人头昏脑胀 你们到观音堂拜菩萨的时候 心里很发喜吧 因为你接到了菩萨的气场 你们在家里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气场不一样啊 观音堂菩萨天天都来 你家里菩萨不是天天都来的 灵性上到身上的时候 身上难受吧 因为你接到了阴间的气场 气场不一样的 因气重 身上就会一会儿冷 一会儿冷的 师父告诉你们 念经念得好 灵性不敢靠近你的 因为经文是菩萨的能量 当你把经文运用到一定的境界 它会自然形成一个金刚照来保护你 你们哪个人能修到这个境界 就像神通是靠修出来的 灵性在身上讲话 这不叫神通 这叫神经病 因为灵性跑到人的身上 通常都会乱讲话 灵性没有自己的肉体 它借助别人的身体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最后别人都骂他神经病 被别人骂的时候 灵性已经跑掉了 这个人实际上很无辜 因为他思维不受控制 是灵性在搞他 所以师父叫你们不要去跟灵界打交道 你们根本搞不过他 最后还可能被他拉下去